我们经常问我们的用户 如果你拥有意念力超能力 你最想做什么事情 我们得到最多的回答就是念力操控物体 因此我们很早就有了做一款关于念力遗物应用的想法 接下来我们做了一些背景资料的收集 发现在历史上和许多流行文化作品里 已经有很多描述念力操控的记载 最经典的念力遗物要属黑客帝国系列里 主角你要多次使用念力令子弹停止 时间变慢和反应力等改变常规物理运动规律 另外在与预言家屋中见面的情节中 出现小孩用念力扭曲汤匙的画面暗示等 对于念力的检测呢 我觉得我们团队已经是相当的有经验了 那对于遗物呢 我们该如何去实现它呢 如果真能做到的话 我觉得那样真是太酷了 所以后来呢 我们开始接触到了增强线式AR技术 通过一些摄像头图像识别和重力感应的技术手段 就可以达到神奇的虚实共存的画面效果 这将是世界上第一个结合这两种技术的移动端应用 我们相信将会十分有趣 从一开始我们就想把这款应用做得很酷 不仅仅是概念噱头上 还要从画面和UI交互上就一定要有很酷的效果 于是我们选择了一个科技感极强的UI风格 我们参照了最近大热的钢铁侠电影里的增强现实UI风格 我们很快就根据策划好的一些互动小游戏 开始搭建demo版本的应用 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小应用都非常简单 都是一些用意念力飘杯子或者是弯曲勺纸等 摄像头只需要拍摄到一个特殊的二维码图案 虚拟的物体如勺子就会出现在摄像头画面内 而Bring Link负责检测用户的脑波数据 然后蓝牙传到平板电脑里 根据用户自我调节的不同脑波状态 画面里的物体就会发生变化 如勺子弯曲等 这样简单的念力一物就实现了 为了让画面更具有视觉冲击力 我们还做了一个点阳柴火的互动 用户的念力除了控制物体的移动外 还可以控制物理空间的温度变化 例如在一堆柴火里点阳火焰 这个画面让许多试玩的用户都很兴奋 我们常看到点阳柴火后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双眼 纷纷用手伸到画面里触摸叶火 我们发现脑波操控和增强现实 是一个很有趣的结合 同时也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新想法 日后我们会开发更多类似的 更为复杂的和具有可玩性的游戏应用 例如加入一些虚拟角色的互动 和多人对战社交元素等 大家可以期待更多结合增强现实技术 有趣的念力互动